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险健行识即将播出 桃园里的科技秀 这里是河北省富城县张家桥村的一处桃园 立东时节 工人们正在临间作业 采摘东桃 桃园里一派繁忙景象 这片桃园足足有上千亩全部种植的东桃 这种桃子和我们常见的油桃 黄桃 蜜桃不同 而是一种少见稀有的品种 雪桃 对于它不同的地方叫法也不一样 东桃 仙桃 寿桃 说的都是它 以往种植张家桥的村民们都是传统栽种 湿化肥 打农药 卖不上价钱 最近这里的东桃 卖到了六元一斤的价格 足足是普通桃子的三倍 价格高了 农民的收入也随之提高了不少 原来这里的桃子是有机种植的东桃 不过这桃子凭什么卖出普通桃子两三倍的价格呢 我们在现场进行了一次专业测试 首先由复城县农技部门的检测人员 给我们做现场测试 这次主要是测试桃子含糖量 通过检测的数据 来衡量有机冬桃的品质如何 经过快速检测 按检测标准 农残抑制率低于50% 极为合格 张家桥冬桃农残抑制率5% 糖度检测17.3% 看来这里的桃子含糖量更高一些 有机冬桃也就是没有使用化肥农药的桃子 看似简单的要求 却给当地习惯了传统种植的果农 出了一个大大的难题 我们以前桃园种桃就是使用复合肥 打出草剂 还有喷农药杀虫 2020年5月 桃园里就爆发了一次 李小石心虫仔 当时桃树刚长出嫩芽 绿油油的树梢被折了梢 桃园里树叶大面积枯萎 桃树像粘了一样 看着令人揪心 后来经过中科院专家的指导 消灭了李小石心虫害 让桃园渡过了难关 然而上次虫灾刚过 新的虫害又席卷而来 这次爆发的虫灾是牙虫 这是一种植食性昆虫 俗称逆虫蜜虫 牙虫的繁殖力很强 雌性牙虫一生下来就能生育 不需要与雄性交配 也能够繁殖 牙虫对农林液危害严重 破坏力强 春季桃树开始发芽展叶的时候 就有成群的牙虫密密麻麻聚集在桃叶背面和嫩烧上 吸食 这些被害的叶片上就会呈现出 小的黑色红色或黄色的斑点 叶片逐渐变白卷缩 甚至脱落 严重影响桃树的产量 为了对付牙虫危害 中科院动物所的专家给桃园开出了以虫制虫的药方 这次以虫制虫的主角是异色瓢虫 异色瓢虫是一种捕食性天敌昆虫 以捕食牙虫为主 在自然条件下 异色瓢虫的幼虫和成虫 岩树干或枝叶爬行捕食 被人们称为活农药 异色瓢虫是直接取食害虫 以达到仿制目的 异色瓢虫这种昆虫它的实性比较广 幼虫和成虫都能够取食害虫 主要是以牙虫为主 不仅有异色瓢虫的帮忙治牙虫 桃园里为了有机制虫害 使用了赤眼蜂防治理小尸心虫 还使用了神奇的小红绳驱虫 此外中科院的专家们给桃园 推荐了一种新式杀虫武器 太阳能凭阵式杀虫灯 在千亩桃园里 按照一个杀虫灯覆盖30亩的规定 安装40个太阳能凭阵式杀虫灯 专门防治食心虫鹅 齿鹅 稀果叶鹅 桃柱鸣等 这款杀虫灯是利用太阳能电池板取电 天黑灯亮 天亮灯烯 还根据目标昆虫的生活习性和规律 设定了八个不同时长 大打加强了桃园的虫害灭杀力度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专家和村民们的共同努力下 桃园里的虫害终于得以控制 村子书张勇悬着的心总算落地了 眼看着树上的桃子渐渐长大 大家都在期盼丰收的喜悦 没想到比虫害更棘手的难题来了 这就是鸟 到了桃子快要成熟的时候 稍有不注意成熟的桃子就会被乌鸦 喜鹊 麻雀等鸟儿啄一个洞 这些看似无害的鸟儿 专挑又大又红的桃子下口 被鸟儿吃过的桃子 每几天就会从树上掉下来坏掉 造成桃园大量减产 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 桃园里的鸟明显多了起来 尤其到了桃子成熟的季节 又人的大桃也一样又鸟 它们盘缓在桃园上空 时不时就飞到树上饱餐一顿 鸟类不同于害虫 野生的鸟类受法律保护 因此对付鸟害 不能杀灭只能驱赶 可鸟会飞上千亩的桃园 要怎么驱赶呢 虫害刚过鸟害又来 摒弃了传统种植方法的张家桥桃园 有机种植之路可谓一波三折 走得并不顺利 如今面对鸟害肆虐 村民们心急如焚 束手无策 辛苦了大半年 眼看着桃园丰收在即 却被这小小的鸟儿给祸害了 实在太不甘心了 村支书张勇只好再次找专家求助 中科院动物所的专家 在了解了实际情况以后 又为桃园量身定制了一批 驱鸟神器 诶 张书记 您看那远处一闪一闪的那个是什么东西啊 那是一个反光镜 反光镜 它是干什么的呀 它的作用机里是驱鸟 哦 那您带我去看一下嘛 好 诶 张书记 这不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镜子吗 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小镜子 它的作用机里很大 它利用鸟的帕光性 来达到驱鸟的一个作用 哦 那咱们这个一亩地 大概要挂几个这样的小镜子 挂两三个就行 在专家建议下 考虑到鸟类怕光孔色的特性 桃园高处的树枝上 悬挂了一个个像小镜子一样的 锋利反光驱鸟器 此外 为了强化驱鸟效果 专家们根据鸟儿对气味敏感好恶等特性 还推荐桃园悬挂了一种香包式驱鸟剂 从而达到避免鸟害的目的 灭了虫驱了鸟 总算告别了动物带来的烦恼 地里的杂草又开始添乱了 一到夏天 桃园里杂草丛生 抢夺土壤养分 过去除草 一喷药就解决 有机种植 农药除草不能再用了 面积上千亩的桃园怎样除草呢 首先出厂的是普通割草机 它主要是清除桃园的行间杂草 那桃树下也有杂草 难道就不管了吗 这时候是碧壤式割草机大显神威的时候 碰到桃树树干会自动避开 砖捡杂草来除 滚一会儿 这一行桃树的杂草都被除干净了 有些地方还有残留的杂草 这可怎么办呢 别着急 桃园还有第三样法宝 背负式割草机 它操作灵活 清理杂草 无死角 有了这三种除草机配合 桃园的杂草问题就全解决了 通过生物质虫 物理驱鸟 机械除草 让农药没有了用武之地 可是有机种植同样也不能施化肥 那么肥料怎么解决呢 创新践行时 稍后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村民们像呵护宝宝一样呵护着他们 为了让桃在最后的生长期积累更多的营养 给桃子拆带 铺设反光膜 让东桃尽情地接受阳光的滋润 果实成熟季 桃园还派人指手看护 增加了无人机巡查 自从有了无人机以后 就想给这上千亩的桃园安装了一双天眼 桃园里有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它的火眼金睛 此外 桃园还给无人机设置了定期定线巡航 一旦有陌生人或动物破坏桃园 就会被及时发现 节省了人工巡逻和看护的成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科学规划到杀虫驱鸟 从施肥除草到自动化作业 从科学防护到仓储产销 从重氧结合到产业循环 桃园里上演了一出精彩分成的农业科技秀 千亩桃园每年可以收获200万斤桃 收入近千万元 在现代化农业的带动下 越来越多的人回到农村 助力乡村振兴 从前是在外地打工 也省不了钱 现在我在牛肠打工 一个月能开4000多个钱 老婆呢带我们出去 桃园当工 一个月能开2000多个钱 批充钱我叫做好多了 现在土地流转了 在桃园上班 然后那个流转费加上工资 挣两份钱比以前好多了 今天在中国广袤的农村 更多精彩的科技秀不断上演 机械化 现代化 正在助力中国农业 绿色转型 农业墙 农村美 农民富的美好愿景 正在成为现实 入封 财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